中命中 作词 李宗雅 作曲 李宗雅 作曲 李宗雅 千onte 我笑一笑 古镜 我照一照 捂人天路迢迢 天遥我趁早 把烦恼摔掉 至今的罪不了 几位不几位笑 偶说快乐谣 我不是神仙 也懂得逍遥 我被青春装了一下谣 小的春风跟着用你摇 摇呀摇 摇呀我给你的爱有多好 我将热情燃烧你可知道 我被青春装了一下谣 牛的肥花随着白云飘 飘呀飘 飘呀我对你的爱如山高 我将拥抱年轻真心到老 暮暮朝朝 难辞难了 江山不要 开欢一笑 嘿嘿嘿嘿 我被青春装了一下谣 牛的肥花随着白云飘 飘呀飘 飘呀我对你的爱如山高 我将拥抱年轻真心到老 大大家 你现在既然是白云教徒了 就直接贴命于我 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 儒教一时就免了 现在我以长老的身份 交代任务给你 仔细听好了 明天天一亮就到东厂去 借着粗草的名义 把大云金跟奸细的名单给我拿回来 我看还是别亮得好 干什么呢 砍草的 没事砍什么草 吃吃吃 我看你们是欠揍我 我有刀哦 你们仗势欺人呢 我们就是仗势欺人 构建天护 启禀天护 此人擅自闯入 误会 客兄客大人 小的是在砍草的 没事了 你们退下 是 那你就慢慢砍吧 客兄客大人 小的能不能先到里头去扫个地 扫地 已经有人在扫了 谁啊 舅舅 怎么会是你啊 哈哈 你教教我呀 对国家环境卫生啊 一向是不遗余力的 我来扫地的 说 你来干什么 真巧啊 我也是一样啊 你越来越有国家观念啦 可不是嘛 没有国家哪有洗澡啊 不过你也不赖哦 当然了 没国家哪有油水啊 叔 你到底来干嘛 哎 扫地啊 不可能 哎呀 你别管那么多嘛 你来干嘛呢 我那宝贝小册子丢了 我要是找不回来 瞎派的辈子 我就别混了 哦 原来你的国家观念是这么来的 别扯了 你怎么办 我找啊 可是我也要找啊 叔 你要找什么 没有 没有 那就别我啰嗦 赶快找 你找那边 我找这边 哦 滚啊 这是什么 没有 没有 拿过来我看看 这是什么 启禀公公 这是我的工作手册 制作东厂大门的预算是五百两 减掉材料 几人工费 一共是三百两 剩下的五十两 交给魏公公 你这个算术是不是有问题啊 应该是剩下二百两啊 启禀公公 在不正常情况下是二百两 要是在正常情况下五十两那就没错呢 哦 那么还有一百五十两到哪去了啊 没跑多远 都跑到我的口袋里头去了啊 哦 哎哎哎哎哎 舅舅 你真敢的 人家公公才分的五十两 你居然分一百五啊 这两种不同名目的 公公拿着叫回购 我拿着叫油水不能混为谈呢 是 我拿五十 你拿一百五 这是你所说的正常情况啊 其实啊 那还不算正常的 更正常的 应该是您拿三十 我拿一百七 不过小的为了孝敬公公您啊 哎哎我吃亏一点无所谓了 哎哎 你这也叫吃亏呀 那全天下的便宜都让你给占尽了嘛 我告诉你 你要想要这份差事的话 就重新给我顾算一遍 想要这个差事的人多的是 少不了你这么一个 你呀 之前都办妥了 林公公 嗯 都办妥了 飞隔一日之内可到山东 估计他们收到指令立即行动的话 两三天内 就可以破周城 活出徐红儒 好 赶快通知他们 做到了徐红儒之后 火速押轰回京 我们不但让皇上要听到这个好消息 也要他亲眼看到这个成果 加深他的印象 你怎么让他进来的 是谁这么大胆把他给放进来的啊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 不准放万人进来的 是谁 还不赶快承认 公公 他是跟在你后头进来的 公公 没关系没关系 没有人敢叫您承认的 你来干什么 小的是来扫地的 他可以帮小的作证 这儿用不着你 马上给我出去 可是啊我看这儿挺乱的 小的自愿帮你们整理整理啊 我说用不着就用不着 还不快滚 小的 怎么您回心转意了 你既然那么有心帮我们处理 现在门口对着三袋东西 你就跟八大猪 帮我们抬出去处理掉 处理完了之后 可就别再踏进东厂一步了 你怎么这么烦啊 我怎么知道好后头还有两袋呢 还有两袋 你不许说什么我都得休息一下 舅舅, 你怎么流血了 血啊, 我受伤了 他两个又在干什么 没有, 我就得他流血了 他流血了 齐辈, 怎么流血手不痛啊 流血不是流血 是地上每袋东西 这袋东西是什么玩意儿 是尸体 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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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是昨晚那两个白人教主所杀的 虽然是技不如人 但也是因公殉职 你们两个可得好好安葬 太过分了 居然都不先告诉我们 害我们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别说呢, 如果事前你检查过就好了 你干嘛, 还想回去检查一下 检查个头啊, 我回去洗澡了 八大家办公室 回家的感觉真好 感觉又不好了 没有啊, 找到没有啊 他们怎么都不肯让我进库房 进去就被赶出来了 我可是尽力了 看来我们只好赶回山东去 即使这里的任务没有达成 咱们还要赶回去跟弟兄们共存亡 可是啊, 等你们回到山东啊 就已经没有弟兄可以让你们共存亡了 白脸叫, 这两天就会被消灭了 什么 你怎么知道的 我刚刚听客官方她说的 而且啊, 她们还叫人把徐公主押回北京 好让魏忠贤能在皇上面前骚包一下 这个魏忠贤 不然是她 她是谁 赵五 那赵五又是谁啊 草民赵武, 叩见公公 起来吧, 起来吧 多谢公公 好, 干得好, 干得好 这次干得太好了 你帮着我们朝廷评论的白脸教区 连皇上都是龙心大悦 赵武啊, 将来你明明立录 少不了你的 多谢公公 草民多归公公和柯大人 慧言赏识 才能有这个机会被国除害 白脸教奸细的事 赵武, 说说白脸教奸细的事 启禀公公 白脸教的确派了两名奸细 潜伏在宫中 徐洪如对在下虽然不错 但是也不让我知道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那你看见过他们没有 草民跟其中一位打过几次照面 不过即使是在教内 他都是蒙着脸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他的长相 但是他的声音嘛 听起来颇为苍老 我将是年纪不少量的 嗯,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线索啊 这条线索我们早知道了 哦, 对哦 看来唯一的办法 只有叫徐洪如自己照出来了 没问题 这件事我来处理 啊, 到昭狱救人 哎, 袁教头啊 你怎么老是搞出这种 不可能实现的点子呢 怎么说不可能呢 哎呀, 昭狱我又没去过 能进去啊, 就很了不起了 还想救人出来 爷爷, 八大家说的没错 昭狱是层层关卡 戒备伸严 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 怎么能闯进去呢 嗯 那难道就让教主任他们宰割了吗 哎呀, 两位就别难过了 看开点 既然徐教主呢, 死都死定了 那我们还是花悲痛为力量 更重要的是 千千万万要继续这次教训 所以呢, 接下来的行动方针 开始要赶快解散白脸教 或者呢 是干脆取消一些人的教徒资格 什么都可以啊 就是别让他们活着等死 闭嘴 一旦入了教就是终身的教徒 你这一辈子就注定的 跟白脸教共存亡 不要存任何侥幸的念头 哦 我们既然人在皇城 就要想尽办法救教主 哪怕救不是教主 也要找机会杀了那个叛徒赵武 嗯 我们三个人的力量虽然很小 但是要杀他一个人 并不算男的 是你们两个人吧 怎么会是我们三个人啊 巴大家 你老毛病要问啊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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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打扰啊 魏忠贤早上门来了 哈 对不起打扰啊 魏忠贤找上门来了 啊 走吧 好 這個魏忠賢到底在搞什麼鬼啊 小玉, 跟著看看, 我不放心那小子 爺爺, 你什麼時候開始關心起他來了 我哪是關心啊, 我怕他又捅樓子 好啦, 我去看看 公公, 您怎麼有空來呢 工廠的事, 你們都跟皇上談過了嗎 還沒 就快了, 就快了 這兩天我們正在打掃工廠 怎麼不請我坐啊 實境實境, 公公請坐 公公, 那邊有毛, 比較舒服 來, 來, 來 請坐啊, 請坐 公公, 您慢慢坐, 我去泡茶啊 你陪公公聊聊, 我去泡茶 不用了, 小子已經泡好了 誰叫你那麼雞婆呢 誰叫你那麼雞婆呢 得了 公公啊 小心, 燙吧 舅舅啊 為了公公, 我不怕燙 我來 沒關係, 沒關係 這都為了公公, 燙傷了 這是我最大的光榮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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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到底是誰來嗎 你們 他來 舅舅啊 好像真的很燙 要不然怎麼會跳得這副得 你怎麼還不趕快幫忙我擦啊 燙 我來 等等, 就… 你這衣服多久沒洗了 你別管嘛 反正這兩三件輪流摔 這哪一件沒味道就摔爐 這哪一件沒味道就摔爐 你怎麼讓我奶奶 從小馬大大的壞習慣 到現在還沒改過來呢 你要弄脫了公公的衣服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沒關係, 沒關係 不行, 這一點我堅持 也不是燙得你是燙得我 你賺個什麼勁啊 把你的袖子拿过来擦 不行 我这衣服今天才换的 那怎么办 不行 不行 我这衣服今天才换的 别拉我过去 好习惯 舅舅 找个抹布吧 还没有买 公公 你忍了点 没有关系 什么东西都行 我给你找纸 这什么纸 怎么死不烂呢 公公 我给你用刀剁 快点 快点 轻点 轻点 好好好 公公 我再撕两张 也有这个习嘴 好啊 这个习嘴 这整本书都是这么烂的 真是 既然这么烂 赵鬼拿去丢了嘛 好好 你帮我拿去丢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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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不能死啊 公公 千万不能死在这儿啊 凉掉了 什么凉掉了 我是说刚才那包热茶凉掉了 恭喜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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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能够让热茶变凉茶 公公生得太神勇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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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 坐一下 坐一下 来 来 来 小脸啊 来 公公 公公 你是怎么了 公公 您好像精神不太好 是 公公 我去再给你 泡一杯热茶那里提名神 对对对 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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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啊 辉中心干嘛走那么急 我都不知道啊 多年的苦心啊总算没有白费 爷爷 这回啊可真是虾猫碰上死耗子 这个八大猪它多半不是货 所以才会把大元金放在他们办公室的桌上 更巧的是呢 碰上我这只虾猫误打误撞给撞见了 你如果算是虾猫啊 那八大猪它要算是特大号的虾猫了 既然那半本在他身上 那就很容易拿到手了 小玉啊 只要找一个人充面那就行 爷爷 你是说 八大猪 哟 怎么我真的还没到 你用这把我点名了 干嘛干嘛干嘛 要上来给我要东西了 你怎么会知道啊 从小到大 要钱买东西 不就这些小动作 你看看你哥不嘴的 舅舅啊 我知道你一个好习惯 就是对一切不入流 看不上眼的东西啊 一定不屑一顾 喝不得甩了 对不对啊 当然了 可是有些东西想甩就甩不掉啊 比如说你就是一个 除了我之外呢 总还有别的东西吧 譬如说笔啦 衣服啦 或者是 或者是 根本已经没有用的那种半本书啊 书就书嘛 为什么还要半本书啊 只是举个例说明嘛 你到底想干什么 搜集垃圾啊 不不不不 搜集你干嘛 不止 舅舅啊 我还是干脆直说了吧 我们昨天帮衣忠贤擦身体的时候啊 不是用了一本烂书嘛 就不吸水那本 对对对 那本 可不可以给我啊 既然是本烂书 你还要它干嘛 我就是想看它烂到什么程度啊 你别看它烂的 烂归烂 可能说烂得还挺有风格的 如果送到救苏店去啊 至少我估个几文钱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没问题 你要多少 讲 你付钱从来就没这么干脆过 说 你到底要这本书干什么 你给书我给钱就是了吧 问那么多干嘛 你不说我就不给 可是啊 我要是说了 你就更不会给我了 为什么 还问 还是不能告诉你啊 行 那我肯定不会给你了 你不说 我可以问别人啊 那还得了 你看看你这么得性 这书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 我非得查清楚 不可 可是 可是 你问别人 别人也不一定会知道啊 你要不要试试看啊 我逢人就问 总会问到一个知道的吧 哇 那更不得了了 怎么样 吓到了吧 舅舅好 我告诉你啊 你谁都可以问 就是千万不能问魏忠贤他们啊 为什么啊 哎呀 还是不能告诉你嘛 那我就非要问他们不可 啊 翻个水啊 翻老弟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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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瞧瞧您瞧瞧 哎呀 紧张成这一步的来信 你们有没有 听魏忠贤他说过我什么呀 嗯 说你什么啊 哎 这 他呀 不晓得是怎么听到的 他居然知道我要接冬场 哦 那大概是从我这边听到的吧 哎 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我本来以为他不想接冬场 所以就跟他说了你想接的事哦 怎么了 哎 哎 你呀 嘿 可把我给害惨了呀 哎 哎 那怎么了 那他又会对你怎么样啊 哎 他突然叫人 来去找我吃饭呢 啊 吃饭 吃饭那有什么呢 大君小怪的 是啊 他想吃就跟他吃啊 可是 他从来没有找过我吃饭呢 哎呀 哎呀老哥 人生总有第一次呢 嘿嘿嘿 万一是湖门院可怎么办呢 嗯 鸿门院 舅舅 什么是鸿门院的 这个鸿门院嘛 就是让你 有人请你吃饭 让你吃 怎么吃呀 吃的回不来那种饭具 啊 那不就叫了吗 恭喜啊 终于搞懂了 哎哎哎 王公公啊 那你不是完蛋了吗 哎 这冬场的事我早就放弃了 他怎么还要来找我呢 哎 哎 哎 王公公啊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他既然是来找你吃饭 会不会让你吃那个 吃哪个 吃哪个 哎呀 就是给皇后吃害得皇后流产的那个 你是说毒药了 哎呀 哎呀 不可能了 我们王公肚子里面哪有什么东西可以流掉啊 哎 哎哎 怀孕的是流产 没怀孕的是流产 没怀孕的就是流冰啊 啊 啊 哦 有道理 嗯 虽然您知道你毁了 虽然您知道你毁了 还是请公公您多保重啊 嗯 启禀巴公公 干嘛 魏公公请你们过去吃个便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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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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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还要本作给各位夹菜是吧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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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 自己来 哈哈 这个是有名的东坡肉 来 尝尝 哎 舅舅啊 公公建议您吃东坡肉啊 我最近在减肥 王公公您请吧 不不 我年纪大了 消化不良 还是请八个吃 哎 不不不不不不不 既然我们三个的凑肠那么客气 还是给八个吃吧 嘿嘿嘿 啊 哈哈 既然各位都这么客气 那本作 就先尝了啊 嗯 嗯 好吃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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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肉没问题 嗯 嗯 怎么啦 嗯 好吃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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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块脆骨 哎 哦 舅舅啊 是一块脆骨了 嗯 嗯 嗯 你这个素香豆腐皮的味道也不错啊 哎 可惜本作不能吃豆腐啊 哎 所以各位尝尝好了啊 哎 哎 哎哎哎 真是太巧了啊 我也不喜欢吃豆腐啊 哎哎 舅舅啊 你不是最喜欢吃豆腐吗 哦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 最近不太吃豆腐了 王伯伯您吃吧 哎 不不不 哎正巧我也不喜欢吃豆腐 啊 啊 不会吧 你不是最喜欢吃人家的豆腐啊 哎 对对对 哦 来 嘗一口 嘗一口啊 哎 对对对对 试试看嘛 怎么样 嗯 有些什么感觉 哎 确实没有感觉 哎 是吗 好个没有感觉啊 太棒了 这三位不是说 不喜欢吃吗 就只要有人吃过 我们就喜欢吃 对对对对 特别是吃起来啊 越没有感觉啊 越好 好 倒酒 来 这杯酒 我进三位啊 哦 哎 哈哈哈哈 哎 哈哈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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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 要是连这杯水酒的不喝的话 那实在是不给本座的面子啊 哎 公公啊 我们还是不要给你面子的好哎 从刚才到现在 我看各位的神情 好像是本座在酒菜里下了毒死 哎 不敢不敢 那就喝吧 哎 还是不敢不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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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各位不用担心 以后 我用得上各位的地方还很多 我怎么会 现在就要独四各位 哈哈 那咱们就来谈点正事了 公公啊 您大概有点误会了 我从来就没有选过要接冬场的 是吗 就算是有过 现在也没有了 巴达家 那你呢 那还用说吗 冬场一直都是公公的 那要是皇上非让你接冬场的话 那怎么办呢 这我也不知道 公公那当然是照上一回 客千户他的提议 让我这外甥去向皇上坚持 让皇上非答应不可 同时推荐公公您老人家 来接掌冬场 对对对 要是皇上不答应的话 怎么办呢 那还能怎么办呢 当然还是我当了 你逃死了 哎呦 哎呦 坏不是啊 舅舅啊 要是皇上一直不肯让我辞 我总不能一直跟他坚持到底啊 那是要杀头的 嗯 嗯 你接掌了冬场之后 皇上不杀你 可是公公要杀你啊 不会吧 又不是我自愿的 啊 哎哎哎哎 这么说 那我不就死定了吗 启禀公公 白莲教主徐洪如 仍不肯将潜伏宫中的奸细招出来 用心各种行硬是报照 好 是 再过几天呢 我请各位来看个热闹 到时候务必最是欢欢 公公啊 你看什么热闹啊 哎哎哎哎对啊 看看咱们朝廷怎么处理喜喜 哎哎哎哎哎公公啊 小的一向不喜欢热闹 你还是留个自己看吧 哎呦 大家就不必客气了 啊 嗯 将来咱们相处的机会还很多 这样嘛 也好让各位看看 本作的处理事情的风格 啊 是是是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 这 这 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 走走走 好呀 就在啊 啊 千万别空着肚子 等会儿到皇上那儿 哎 这冬场的事情咱们就帮你帮你交代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叩见皇上 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了 谢皇上 哎 你们有什么事啊 哎 哈哈 哎 启饼皇上 您看得起奴才 叫奴才去清理冬场 哎 可是可是 可是什么 我上回不是给你两天其实 wohl吗 怎么 你清理完了没 哎哎 美美抢抢可以算了 哎 可是也不能说完全都清理了 那就是没清理完喽 嗯 皇上 嗯 我看八大家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而且人家说不定还不肯接这份工作呢 可您您说得对极了 皇上 龙子的确对那份工作没兴趣 我就是看准你偷懒诚信才要你去做的 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想推啊 不行 皇上 东厂的事非比寻常 您既然知道他偷懒诚信 怎么您还放心着 只是一件小事嘛 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皇上 那怎么会是小事呢 您瞧瞧我这外人的长相 那副德性 他像是能够消灭白莲教那种人吗 不可能的啦 我知道啊 我什么时候叫他去消灭白莲教啊 我只是要他去清理东厂嘛 皇上 白莲教虽然是被消灭了 可是他还留下了一些个残余的势力 到处流传 蒲天之下 像白莲教的这些个乱党们 是蠢蠢欲动 东厂当然是可以消灭这些个乱党 可是皇上 您要是把东厂交给了八代家的话 那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皇上 有什么时候把东厂交给他了 皇上 是您自己说要我去清理东厂的 那又怎么样啊 皇上 您说这清理东厂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东厂里里外外给打扫干净 啊 这样而已吗 当然了 难道你们以为我要他去接掌东厂吗 不是吗 这场误会可大的了 谁要是把东厂交给像八大家匠的人啊 那这个人肯定是个大傻瓜 就是说嘛 皇上再笨也不会笨到这个程度啊 启禀皇上 既然提州东厂一直目前还是玄缺 魏公公得高望重 消灭白莲教义 多亏了他 由魏公公接掌东厂是最恰当的了 是啊 是啊 皇上 要接东厂的一定要是一个狡诈阴险的人啊 才能够管人了这无数的特务啊 论起资格啊 咱们魏公公啊实在是太理想了 而且啊 咱们魏公公啊博学多闻 擅长整人 为他陆地不择手段的精神也是一流的 这提督东厂的位子要是不给魏公公这哪有别人敢接啊 您说是吧 您说是 皇上 这东厂的位子事关重大 最好找一个您现在过而且又有牌干的人 眼前除了魏公公之外 大概也找得过其他的人选来 臣妾叩见皇上 嗯 叩见皇后大人 平身 谢皇后大人 皇后啊 你来得正好 我正要宣布一件事 你既然来了 让你知道一下也好 什么事啊 关于提督东厂的事 就如各位说的 由魏忠贤来接任 皇上 皇上一名 多谢皇上 偷爱惩罚 皇上 你千万不能迷信魏忠贤所说的话 也千万不能让他重振东厂 我知道你对魏忠贤有臣见 可是你也不能将他的功劳一笔抹杀 这就是我跟你看法不同的地方 我从来不认为他有什么功劳 看来啊 我是跟你无法沟通啊 皇上 魏忠贤提督东厂的事 您最好还是收回成命吧 不行 我说魏忠贤就是魏忠贤 已经决定的事不能再改 皇上 不要再说 以后不准在我面前再提这件事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事先没让我知道 奴才不是忙得要死 就是被人家定得紧紧的 根本没有时间想那么多嘛 奴才叩见皇后娘娘 提身 谢娘娘 王体贤 你来得正好 我有话要问你 你对魏忠贤提督东厂的事 有什么看法 启禀娘娘 魏公公提督东厂 是众话所归 十分称职 老哥 娘娘的意思 是要你说出真心话呀 娘娘 不知道 您俩农财 真心到什么程度啊 你想什么 就说什么 是 不过 有这个必要吗 绝对有这个必要 要是不那么做 奴才实在很难谈得开呀 这 包大家 包大家 你们两位忙 就先退下吧 可以回家了 可以回去了 可以回去了 磕头啊 小的告退 告退 你连他们两个都信不过 启禀娘娘 奴才想提出东厂的事 就是包大家 谢给魏忠贤知道的呀 不会吧 我看 他不像那种人呢 娘娘 包大家 年纪太轻 奢侈未深 他很容易 上人家的当 也很容易 被人家套出话来 他 虽然不会有什么恶意 可要是秘密 让他知道的太多了 就成不了秘密了 现在 他们已经走了 你可以说了 是 启禀娘娘 那魏忠贤 原本是靠皇上的恩仲才 为所欲为 要是让他接掌的东厂 那 他就更会 肆无忌惮的 以后就恐怕 没有人压得住他呢 你终于说出真心话了 不过 你有怎么信得过我 不怕 我就告诉魏忠贤 娘娘要是那种人 魏忠贤也不会 吓死我毒害娘娘吧 那庭里头 居然还有你这样的 厉害人物 真是想不到啊 既然 你对魏忠贤有意见 我有个想法 你也许可以配合一下 请娘娘吩咐 魏忠贤 提督东厂的事 皇上虽然已经宣布 但是尚书你业 还是需要你掌印这一关 你能不能先搁个一阵子 等我说服皇上 改变主意再说 娘娘 有魏忠贤在 奴才这个掌印 其实只是他这个橡皮涂扎 起不了作用的 我又没叫你正面对上他 只是让你在文书作业的流程上 动点手脚罢了 其实有个更好的办法 你说 就是 就是奴才给皇上的奏书啊 照发 但是 由娘娘您这儿靠起来 原来 你还是想置身事外 奴才的确是很为难啊 老实说 奴才是觉得 要打魏忠贤 很难啊 怎么说 契兵娘娘 这种事奴才是很难说得出口啊 说话比老师吞吞吐吐的 只说无妨 这 皇上在这一阵子心神不宁啊 这种现象 只要在以前客室被赶出宫的时候 才发生过 其实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皇上 毕竟是少不了客室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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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 你终于回来了 皇上 你你 怎么样 又到大眼区没有 哼 我就说嘛 出去耗了一整天 可是失败了不敢回 我这么晚回来 又不是这个原因 我被魏忠贤拉去出公差了嘛 出什么公差啊 还说呢 他要我去当他的枪手 劝皇上让他接掌东场 结果怎么样 皇上答应了吗 那还用说嘛 对了 我还听到一件事情 魏忠贤他们呢 要处使徐红如了 什么 是啊 而且啊 你们这个徐教主 听起来还挺英雄的哦 魏忠贤他们呢 让徐教主把你们招出来 可是啊 他居然没招啊 我看啊 他大概吃了不少苦 这一天终于来了 哪一天呢 先别我那么多了 巴拉扎 你舅舅身上的半本大晕金 勿必要在教主寿卿钱拿回来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爷爷 为什么来不及 是不是我们还要去救教主呢 哇 那还得了 我不是说过了吗 凭我们的力量救不了他 那你干嘛还提呢 乱吓人呢 只是有点紧迫感棒 这大晕金是越快拿回来越好 免得夜长梦多 对了小玉啊 明儿给你就陪巴达家到巴达中那去 把大晕金拿回来 好话说尽 要是拿不回来用抢的也行啊 参见公公 什么事啊 小的有一件事想请教您 说 有一本书上你有没有看过呀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放手 难道不知道公公没念过什么书吗 你随便问他一本书 他怎么可能会看过呢 说不定我说的这本书公公正好看过 不可能 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 是个烂的但是挺有风格的书 公公好书都不看了 怎么会去看什么烂书呢 公公还是想请公公替我鉴定一下 你书没拿来怎么鉴定啊 小的如果拿来的话 公公鉴定完之后可得还给小的 废话 公公什么都会抢 就是不可能抢书 说得也是啊 公公 大云鸡嘛 小小小小 小小小 公公 这三个字我是认识了 我是想请您帮我鉴定一下这本书 内容有什么特别的 我问你 那小小的半本呢 另外半本被你用完了 是吧 被我用完了 你什么意思啊 那天小的一不小心把茶剥在你身上 就拿小刀剁了半本 他帮你擦身体 你忘了 这个就是那个不吸水的烂书啊 是啊 那剁下来的半本书业呢 应该是处理掉了吧 你知道咱们办公室的垃圾 都是当天处理的 你是这么处理的 当然烧掉了 公公 公公 你怎么那么激动啊 小的下次不敢再烧垃圾了 我问你 这不是大云镜 怎么会跑到你身上来的 一生追追追 追明追的追梦想 梦梦梦梦 梦得怕对自己忘一忘 一人慌慌慌 慌来慌去慌到慌 盼盼盼盼 盼得经验却都太荒唐 人说真有事便是假 假作真不算太伤 总是听不到真心话 我无妨何不随他 只愿爱人长相随 谁也不曾赴谁 不怕风雨多连坠 人见多少是与非 人见多少是与非 不怕风雨多连坠 谁为自己醉 不愿我久终泪 不管人愿多何谓 他也难说无悔 只愿爱人长相随 谁也不曾赴谁 不怕风雨多连坠